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剪起来 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 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 如果我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 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 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 我就去查查哦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 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哥德的铜像的后面 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 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 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 从旅行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到